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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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点禀示 这是一个蛮悲伤的一件事情 竟然发生在大祭司的家属里面 那弟兄姐妹我们就看见这里很重要的是 这个神说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他们尊重儿子过于尊重我 那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事情 以利知道儿子在婚姻中的恶行 虽然后来才斥责折罚 这个就是说说而已 没有实际的来折罚或者是来处理这个事情 以致这两个孩子就变本加厉 那弟兄姐妹我们古人有说呢 这个只不叫父之过 那圣经的真言也是这样说 他说不忍心用不忍用脏打儿子呢 那是恶物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 那十九章十八节的真言呢 他说趁着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 你的心不可认他死亡 那弟兄姐妹 你知道我们很多现在孩子因为少 也都是非常的疼爱 那有时候呢 也一方面也是太晚 就忽略了怎么样 把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慢慢的我们跟他们中间的关系 其实只在于生活上的照顾 那这个也许学悦上 我们也会比较留意一点 其他的事情 我们基本上他们的心灵 他们的生命 怎样我们并没有放在一个 在这个优先次序里面 好像是排在非常的后面 那有一个弟兄 以前 这个弟兄 他的儿子呢 好不容易 他也做见证 说他的儿子 就是已经在读大学 那他就觉得非常感谢神 就是他说 因为我们来了 教会 他的孩子终于跟他来了 那后来呢 他竟然呢 让他的孩子呢 为了要去考这个 就是要去考硕士班 那礼拜天呢 就让他去补习 所以一段时间 这个孩子呢 就开始没有再来聚会 没有再来聚会 那当然很快 很快 这个孩子就回复到 他们过去的那个情形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 有很多时候是我们 我们的整个的 整个的 这个 优先次序 我们是没有搞清楚 弟兄姐妹 不要 不要以为 这个 现在要联考 或者现在要指考 什么东西 升学的这个事情 是重要的一个地步 所以可以 不要聚会 也可以不要 不要侍奉 弟兄姐妹 这是错误的 这是错误的 别忘记 这两个 他成长的过程里面 这两年 一年 甚至一年的时间 他不聚会 他也不服事 很快 弟兄姐妹 他就成为一个 这个 跟外邦人一样的人 他整个姓氏 就完全被这个世界挪去 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一定要 保守看顾 我们怎么样 来祝福我们的孩子 使他们一生在神的面前 他们的成长 可以成为 让神和人都一起喜爱他的心 都一同正长 弟兄姐妹很重要 第一件事 就是我们要做他们的榜样 我们要先是一个敬畏神 爱神 所以弟兄姐妹 第一件事 我要提醒 弟兄姐妹你知道 不要迟到 不要吃到 那你看见 我们上班 我们也不会迟到 我们孩子上学 也不会 也不会 这个 迟到 当然 偶尔可能会 但是 不会经常是迟到 可是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 主日 崇拜的时候 我们迟到 而且经常是迟到 那结果 我们就给孩子 一个印象 这个 去教会 并不是那么重要 没有关系 有事情 就不用去 这个有事情 就慢一点去 都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 那只是去聚会而已 但弟兄姐妹 你看见 他从小 我们就已经告诉他说 教会不重要 属灵的事情 并不需要那么认真 那弟兄姐妹 我们的孩子很快 他就会从我们的表达里面 就学到一个东西 教会并不是很重要 那学业比教会更重要 这个 我有事情的时候 这个一定 教会就是摆在后面 其实那弟兄姐妹 这样子 我们的孩子 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 一个错误的认知 错误认知 所以这是很重要 那弟兄姐妹 还有一个 就是 你一定要在 不是礼拜天 带他来 君王制止 或者礼拜六 他们来参加 这个 这个 青少女的崇拜 这样就完了 不是弟兄姐妹 在家里面 你要 带领他 帮助他们 建立他们 每一天 读经祷告的生活 这叫做家庭的祭坛 有一个弟兄 他忙得不得了 可是 他跟我讲 他说 一三六 他怎么样忙 他一定都是 会早一点回家 然后呢 他就是要 要这个 带着 跟着 这个妻子 一起来祷告 那弟兄姐妹 守望 当然孩子 因为就长大了 那弟兄姐妹 感谢神 当我们这样子 做的时候 我们就会 我们的家 我们的孩子 就会蒙保守 他们一生 都不会偏离 主的大 那弟兄姐妹 感谢神 感谢神 我有一个敬请的母亲 她就是 每一天 吃完饭 她就要读圣经 然后她就带着我 我记得 我第一卷 她带我读的就是真言 她读一句 我读一句 她就这样子 这样子 帮助我 我 弟兄姐妹看见 我为什么对圣经 有一个这么可怒的心 这是我 因为我一看见 我的母亲 她这么忙 她要 她要造管 全家 我们这个大家庭 她要造管 我们三餐 她要 她要帮我爸爸 这个管理 这个公司的账户 那这个对她来讲 其实她是忙得不得了 但是弟兄姐妹 我就看见 她的 她的近前的那个 那个生意 她每一天 她忙得不得了 她常常晚 晚餐做完了 她累到没有办法 她就上楼去 她上楼去干什么 不是躺在床上 她就在那边安静 安静 那时候也没有吸地 也没有湿灯 不过我就看见 她就坐在 她的桌子 桌子 她就在那边读圣经 那弟兄姐妹 这一个 这一个印象 在我的里面 就成为我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 叫我能够渴望 来领受上帝的话 那弟兄姐妹 John Wesley 这个牧师呢 也带来 这个十八世纪 这个 这个 一个很大很大的 一个复兴 那John Wesley 他们家里的人更多 他们 他兄弟姐妹竟然十八个 十八个 那这是不可思议的 是不是 什么样带着十八个孩子 成长在神面前 你知道这十八个孩子 有两个人 一个John Wesley 还有他的另外一个兄弟 也叫做什么 也是 也叫Wesley 但是 另外一个名字 也是Wesley 那弟兄姐妹 我看见 这个妈妈每一天 当孩子 这个出门上去的时候 她就用她的围裙 把他们围起来 三个人围起来 就围起来 为他们祷告 然后把三个人送出去 然后再围三个人 又把他们 因为那时候 那时候他们的围裙都很搭 她就把他们围起来 然后为他们祷告 弟兄姐妹每一天 每一天 就这样子 造就了这十八个孩子里面 竟然有两个非常被神作用的神的仆人 造成了那个时代非常重要的一个复兴的运动 他们是这两个非常要紧的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祝 你别小看 这些孩子在神的面前 不要只想 他们进入最好的大学 当然如果可以 就感谢神 但弟兄姐妹 在这个君王之子培育中心里面 他们这样子被建立 被建立 他们能够 我们配合 我们帮助我们的孩子 能够跟教会连结在一起 弟兄姐妹 我告诉你 我们孩子一生都会走在上帝的祝福里面 你知道神的祝福比一切都更重要的 求主祝福我们 感谢主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是尊重神 弟兄姐妹 上帝在那边告诉我们说 祂说你尊重我的 我必尊重他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面前 我们爱他 弟兄姐妹 孩子不是属于我们的 孩子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 我们要为我们的产业 守望在神面前 让我们的孩子 从小他们就在上帝的面前 蒙爱蒙恩宠 求主恩待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感谢祢 为我们祷告 主啊 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孩子面前 主啊 我们都是一个 敬虔的爱主 主啊 敬虑你 主啊 主啊 愿意敬虔的 活在你面前的 爸爸妈妈 主啊 让我们成为他们 极好的极好的榜样 主啊 求祢祝福我们的孩子 主啊 保守他们一生 活在你的面前 谢谢耶稣 感谢祢 祝福每一个孩子 无论他们在哪里 天父上帝 你的恩手 来拖着他们 使他们一生 都可以活在你的面前 谢谢祢 垂听我们的祷告 恩高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